破产后我查出身患绝症 相爱的未婚妻也突然消失 再见时她成了豪门贵妇 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个宠她如命的老公 只是她不记得我了 据说他们是在一次事故救援当中认识的 她一眼就爱上了那个灰头土脸的贵公子 可她忘了那个模糊身影是我 这样也好 毕竟我已经快死了 中午时 我们几个病排坐在空调口埋头吃泡面 突然 一群人涌了进来 为首的是我们的负责人 此刻正一脸产笑 这有点乱 现在是中午 大家就在里面挤着休息休息 我定睛一看才发现 还有人扛着摄像机 拿着话筒 大家正围着一对青年男女 那男人我认的 曲阳集团的少东家 徐家的大公子 三十出头 已经是商圈新贵 那女人 我有瞬间的失神 负责人冲我们几妹弄眼 快把东西都收拾一下 徐总和夫人来看看你们 徐寒之宠溺的揉了揉女人的头 我夫人说 这么热的天 大家还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很不容易 所以想来看看大家 略表新意 她的话音刚落 已经有人拿来一打红包 由他们夫妇挨个发给我们 红包很厚 有人偷偷瞥了一眼 立刻发出了惊叹声 徐总太客气了 我们怎么好意思 到底是大总裁 出手就是阔绰 徐夫人真是人美心善 红包递到我手上时 他还对我笑了笑 他笑的时候和从前一样 唇角有两个梨窝 我看着出了神 突然 我忍不住拨开他冲了出去 外面的日头狠毒 打开门 一股猛烈的热浪迎面扑来 我挖的一声 蹲在树底就开始疯狂呕吐 我听见他在里面说话 他怎么了 不知道 可能是中暑了吧 没关系 红包放这儿吧 等会儿我交给他 然后 一群人说说笑笑的 又往里走 去参观别处了 我站着身子 头晕目眩 差点又栽倒 幸亏有人拉住了我 我心里暗息 回头一看 又是无尽的失望 柳如言称怪道 看你这样子 就知道你最近又没好好休息 不要命了是不是 他伸头往里面看了一眼 听说今天 屈阳集团的许总 带着富人来参观了 还给一线的外卖员 都发了红包 你的呢 我没说话 他见我两手空空 疑惑道 你是不是没有 干啥跟钱过不去 也是 你当初比他有钱多了 现在却沦落 拿他的红包 心里是不是不好受 其实也没什么的 人生不就是气气浮浮 你别因为这个难受 柳如言不知道 我只是有点接受不了 他站在徐寒志的身边 在消失了半年之后又见面 他竟然已经嫁人了 而且完全不认得我了 二 回到家 已经快十点 刚要进屋 旁边的门打开 柳如言拿出一碗 用保鲜膜分好的菜 说是做太多了吃不完 留了一点给我 在外卖站点工作的这段时间 我跟大家的交往并不多 柳如言是唯一一个 知道我的故事的人 以前都是在公众号上看你 现在你竟然坐在我对面 吃着我做的菜 人生的际遇真是离奇 是啊 谁能想到半年前 还在商场呼风唤雨的张言彻 现在却在这里送外卖 租住着廉价的老式楼房 跟一个外卖站点的小会计 一起吃着饭 想到从前 难免想到两年 柳如言听说 我有过一个未婚妻 一年前突然消失了 她一直愤愤不平 直斥她就是个渣女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忍不住为良年辩驳 那你说她为什么不告二辩 柳如言翻了个白眼 她如果大大方方地说一句 忍受不了生活上的落差 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 要分手 我都会不这样看不起她 这样的女人 说白了就是贪图富贵 又不想背负道德的枷锁 就完消失这一套呗 笃定了你不会纠缠 其实这不是良年第一次消失 我刚破产纳惠尔 她也短暂地消失过两天 那时我还没有被查出得了绝症 但是破产带来的打击 让我一度非常消沉 每日大醉 浑浑噩噩 我知道良年不见了 但我没有找她 我的观念里 成年人是不用说分手的 一切都应该是心照不宣 我现在的状况 耽误别人做什么呢 可是几天后 良年带着一张银行卡又回来了 她扬了扬手中的卡 灿烂地笑着 对我说 我回了一趟老家 把我爸留下来的房子给卖了 钱虽然不多 但我相信凭你的能力 一定能让这些钱 用在刀刃上的 她怕我不肯收 连忙撒娇道 我可不是白给你的 将来你东山再起 我这个钱 就算是入股了 我流着眼泪 接下的那张银行卡 在心里发誓 一定会振作起来 那段时间我特别忙 研究项目 跑业务 跑银行 就在我以为看见了希望的时候 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谈好商业贷款 从银行出来的那天 我就在银行门口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再醒来 我被人送到了医院 医生跟我说 你现在是胃癌中期 要马上治疗 等到晚期 可就来不及了 我有一种恍然大悟般的感觉 难怪我总觉得胃疼的频率 比以前高许多 还以为是没有好好吃饭 太过劳累的缘故 治疗费大概需要多少钱 过去的32年人生里 我极少会如此小心翼翼地问起钱 起码准备个50万吧 后期可能还要更多 医生魂不在意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良年带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 你脸色很差 是身体不舒服吗 还是贷款的是没谈好 他终于发现我的不对劲 伸手来探我的额头 我冷冷地躲开 我累了 你自己吃吧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刻意地避着他 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告诉他 我现在不仅没有钱 还要很多钱来治病 我把那张卡还给了他 你这是干什么 我垂眸不敢看他 你拿回去吧 你这点钱也管不了什么用 到时候给你算股份会比较麻烦他惊诧 你是觉得我占了你便宜 不是吗 他被我的神情和语气伤了心 张言彻 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 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他尝试跟我沟通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可以讲出来 我们一起面对 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 我讥讽到 你 你跟我一样都是孤儿 除了你爸给你留的那个破房子 你还有什么可以拿来帮我的张言彻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逗大的眼泪 从他好看的眼睛里掉下来 我却没有和往常一样 把他抱进怀里哄 我皱眉嘟囔了一句又哭 烦死了 然后摔门进了卧室 三 许久 我听到外面传来了关门声 打开门一看 人已经不见了 但是桌子上有摊开的我的病例本 糟了 他知道我生病的事了 打开手机 果然看见好几条他的微信 生病了也不说 以为自己演电视剧嘛 是不是想着说几句恶毒的话 我就会伤心地走掉 然后成全你做个大情圣 死张言彻 等你病好了再跟你算账 你好好休息 我去找找我的大学室友 看他能不能先借我一点钱 别担心 咱们刘总是商业天才 以后一定能还上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上辈子 是做了多少好事 这辈子才遇到这么重情义的女孩子 我坐在沙发上 安安静静地等着她 她那个大学室友住的地方 离我们不远 就在对面的别墅群 来回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等她回来 我一定要跟她道歉 等病好了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等我东山再起 我一定会给她一个隆重盛大的婚礼 让全城的人都见证我们的幸福 想着 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轻轻地笑出声 墙上挂着我和她的合照 照片上良年笑得很开心 那两个梨窝 让人看了不自觉地有些沉醉其中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记得拍照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问我多久娶她 再等两个月 等这个项目拿下来 我们就开始筹备婚礼 可是那个关键性的项目 我没能拿下来 被朋友欺骗 下属背叛 从一个商业天才 传奇人物 一落千丈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站起来了 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为了良年 我一定不会再青年放弃 然而 始终滴答 滴答 滴答 我从黄昏 等到深夜 再到破晓 太阳又一次升起来 良年依旧没有回来 我打电话 发消息 都找不到她 我想方设法 找到她那个大学室友 对方却说 良年昨天是说要去 她也等了很久 没等到她 还以为良年临时有事不去了 良年消失了 我找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 却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 我选择报警 我未婚妻失踪了 但是一年过去了 依旧是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直到有一天 我在电视上看见她 她穿着名贵的衣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坐在宽大的沙发上 身旁是她的丈夫 屈阳集团的徐寒志 徐总和夫人真是郎才女貌 是啊 徐总以前也是花花公子 现在为了夫人 你看 变化好大 我听到周围的小女生在一位 才知道 她嫁人了 四 那天晚上和柳如烟聊了很多 很晚才睡下 夜里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和良年的初遇 那时候 我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 投资的一个商场 在开业当天出了踩踏事件 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交代下属要及时跟进相关赔偿 保证商场的信誉 也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忙完一切 回头看见一个穿着素白纱裙的女孩子 直勾勾地看着我 她也受了伤 裙子上还有血污 我歉意地笑笑 抱歉她问我要联系方式 我想也没想给了她 后来梁年一直好奇这件事 你一个大总裁 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联系方式吗 我总是笑着不发一言 因为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 或许那个感觉就是一眼万年 醒来已经快九点了 门板被人敲得咚咚响 柳如烟的手劲越来越大了 我恨恨地下床去开门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总来敲我一个男人的门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门外寂寂无声 我睁开眼皮一看 头皮一阵发麻 两年敏唇 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 怎么是你 我下意识地回避她的眼神 你还好吗 我听他们说你得了大病 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说来也是奇怪 两年消失之后 我没有钱去手术 一直在等死 但我的病情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 柳如烟说 人总不能一直倒霉 或许这就是转机 听说你在事业上和感情上 都遭受了很大的变故 又生了病 如果你需要帮忙 你尽管说我先生最是善良 一定会亲力帮你的我先生 这三个字就像一把匕首 狠狠地戳在我的心上 我艰难地张开嘴巴 谢谢 但是不用这时 她的电话响了 因为隔得近 我甚至能听见那头徐寒之说话的声音 怎么样 找到人了吗 要是你身上的钱不够 就跟我说 我转给你两年双眼微弯 心情愉悦 找到了找到了 等我跟她聊聊 过会儿我就回来了 她脸上幸福的神情 我曾经也见过 她曾经无数次地 依偎在我的身边 用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语气 陪我一起憧憬着未来 如今 这一切都和我无关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 我总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她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 怎么会 我只是个跑外卖的物 梁年告诉我 屈阳集团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主要就是帮助这些生了大病 却没有钱治病的底层人士 我出过一次车祸 照是司机跑了 是我先生救了我 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梁年在我那破旧的房子里 四处看了看 但我经常鬼使神差的 有一些奇怪的点子 这个基金会就是我的点子 好在我先生都会支持我 他看着我 你呢 你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医生说我是个奇迹 患病这么久 居然没有恶化 暂时还算稳定 我的声音沙哑的 让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大概是因为紧张 我这个主人 看上去比他还要拘束 梁年也看出来了 扑斥笑道 你别紧张 我只是想帮你做点什么 不用我垂眸 不敢看他的眼睛 认识梁年很久了 他似乎一直都这样乐观 他的眼睛里永远有光 徐寒之估计是等不及 打了电话半个小时后 直接开车过来了 说在楼下等着 为表示感谢 我送梁年下楼 徐寒之今天穿得比较随意 一身休闲装 看着不像三十二 倒像二十几岁 刚毕业不久的小男孩儿 反观我 苍老憔悴 梁年大老远就笑了起来 扑进他的怀里撒娇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有个重要的会议吗 徐寒之宠溺的低头看着他 夫人的事比什么都重要 他小心地护住他的头 替他系好安全带 跟我握手告别时 他放低了声音 刘总 我认得你 我骤然抬头 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慌乱 更多的是自信 很久之前的一个酒会上 咱们见过面 后来也听说过那件事 连我爸都说 刘总是个天才 可惜了我苦笑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刘总 我只是个送外卖的 他的声音更低了些 刘总明天有空的话 我想单独跟你喝杯咖啡 他没等我回复 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车离去 人走后 我还站在原地出神 柳如嫣提着垃圾袋 从楼房里走出来 那不是徐总吗 他认出你了 我没吭声 但我的表情 已经给了柳如嫣答案 那咋了 认出也没啥啊 你只是破产 工作上的失败 不算丢人 道德有亏损的人 才叫丢人呢 柳如嫣担心我受了打击 在我耳边叨叨了很久 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他 我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啥 徐寒芝的夫人 就是我消失已久的未婚妻 柳如嫣 六 为了避开徐寒芝 我马上决定辞职 结算工资的时候 负责人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徐久 徐总很关心你的情况 昨天晚上 打了好几个电话 来问我你的事呢 这个地方 肯定是没法住了 坐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找新房子时 柳如嫣的声音 就跟魔音一样 在我耳边环绕个不停 他对不起你在先 要跑也该是他跑 你跑什么 哦 下了豪门就了不起了 我说他来干什么呢 不对啊 那现代社会 谈恋爱分分合合 再正常不过了 你怎么整得 跟小说似的 我无奈 只能告诉他实情 两年出过车祸 失忆了柳如嫣沉默片刻 那不正好 前程往事都忘了 大家都各自好好过日子 正是为了让他能好好过日子 我才要辞职搬家 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生活 想到徐寒芝 我心里的自卑感又冒了出来 况且徐寒芝对他很好 我也不想我的存在 让他们父亲闹别扭 我想了徐寒芝在楼下 说的那番话 他既然知道我是谁 那一定也知道 我和梁年的关系 他之所以抛下 重要的工作赶来 正是因为他内心不安 第二天一早 柳如嫣正帮我收拾东西 我的出租屋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东西虽然不多 但很杂 收拾出了一身汗的柳如嫣 索性脱掉了外衣 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两年局促道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你们了 我几次三番想开口解释 最终却只是疏离地笑了笑 徐夫人有什么事吗 柳如嫣对他一贯没什么好感 就算知道他是因为失忆 也依然保持着莫名的敌意 你要搬家 怎么这么突然 夫人长着眼睛 自己不会看 我拽了拽柳如嫣的手臂 两年露出受伤的神情 沮丧道 昨天跟你说的是 你忘了吗 关于你的病 你要不要提供一下相关资料 基金会可以帮你 不用了 谢谢 留给更有需要的人吧 我又一次拒绝了他 帮忙搬家的是柳如嫣的朋友 皮卡车已经在楼下按喇叭催了 柳如嫣知道我一定也有话 想单独跟梁年说 主动提出先下楼去 屋里只剩下我和梁年 徐夫人 你和徐总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吧 嗯 韩芝他对我很好 我想做的他都支持 他说真正的爱就是尊重他 我对徐家有所耳闻 他们家是轻易不允许女人 出来抛头露面的 看来徐韩芝对梁年 确实是爱到了骨子里 我心下轻松 深呼吸一口 耸了耸肩 徐夫人虽然没了过去 能找到真心爱重自己的丈夫 也是一件幸运的是你呢 上次回去后 韩芝跟我说你是一个商业天才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 我有点意外徐韩芝对我的评价 我摇头道 我算什么天才 跟徐总比起来 我只不过是云云众生里 最普通的一个 我说这句话时 徐韩芝鼓着掌 从楼道走了上来 从前不知道 刘总居然是这么谦虚的一个人 人贵自知 刘总 难得有机会 我还是想跟你两个人单独喝个咖啡 叙叙就漆 我知道肯定是避不开了 在新房子里简单的安顿后 我上了徐韩芝的车 徐韩芝越过我看了看 正在帮我整理东西的柳如烟 这位柳小姐 对柳总真是不错呢 我也越过她看了看 空荡荡的车 徐夫人回去了 她说约了几个太太 一起吃茶 我叫人送她去了 我看过关于梁年的一些报道 说她嫁给了徐韩芝以后 在本城的傅太太圈里 颇有话语权 经常拉着那些傅家太太 一起做一些慈善 以前梁年也跟我说过 张颜彻 以后咱们结婚了 我就拿着你的钱 去做慈善 好不好 我要去帮助很多人 听说一个人前世积了福 来生就可以和自己的爱人重逢 后来我破产了 她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她知道我做不到 我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余钱拿出来做慈善 现在她可以继续 做自己喜欢的事 只是不知道 她心里想的 是不是来生 还要和徐韩芝重逢 徐韩芝递给我一支烟 刘总 你知道吗 第一天在外卖站点 看到你的时候 我都吓死了 生怕你告诉年年实情 果然 徐韩芝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和良年的关系 你应该知道 一年前 去羊集团下属公司出现过一点小事故 我赶去现场的路上 路过了一个车祸现场 受伤的人就是年年 她流了很多血 脸色惨白 看着柔柔弱弱的 让人看着特别有保护欲 我索性将她一起带去了医院 后来我忙着清点受伤者的名单 交代下属跟进赔付工作 没注意到年年行了 我发现有人在拽我的衣角 回头就看见她怯生生地站在我身后 她艰难地开口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徐韩芝的话 让我的心揪了起来 那天如果不是我乱发脾气 她不会出门去借钱 也不会遇到车祸 医生说她的情况不算糟糕 身上都是皮外伤 只是脑子受到了一些撞击 暂时出现了失忆的情况 我没办法 把她带了回去 徐韩芝的脸在烟雾中呈现出迷茫的神情 刘总你知道吗 她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孩子 我当然知道 她善良 乐观 就算自己的生活一地鸡毛 她也能唱出漫天烦心来 徐韩芝说自己情难自禁 我很早就知道她和你的关系了 我叫人去查过 徐韩芝愧就到 但是那时候 刘总你已经出事了 我既找不到你的联系方式 撕心里 我也不想再把她送回你身边吃苦 我苦笑 心里明白徐韩芝的做法是对的 说不上自私 我也不会觉得两年有知情的权利 相反 在爱情里 所有人都是自私的 徐韩芝拿出一张卡 我知道这样或许有点伤人 但我觉得 你现在需要我心情复杂 看着那张卡 发了半分钟的呆 然后 我收下了 爸 我以为我拒绝了两年两次 又收了徐韩芝的钱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出现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上突然铺天盖地的 都是关于我的新闻 昔日商业天才 沦落为外卖小哥张颜彻 和徐韩芝私下见面 竟是为了要钱 诸如此类的新闻标题层出不穷 就连我工作过的外卖站点 也被人扒了出来 不少财经媒体 社会新闻媒体 都守在那里 企图从我同事的口里 知道一些内幕消息 就连柳如烟也被人逮住了 柳小姐 听说张颜彻在这里送外卖期间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请问你知道他跟徐韩芝私下见面的事吗 柳如烟恒没怒目 张颜彻和徐韩芝是仇人吗 不能见面 柳小姐难道不知道吗 徐韩芝的夫人 是张颜彻以前的未婚妻啊 那咋了 这个城市就这么小 人和人之间 绕几个弯都能认识 这也是张颜彻的错 可有人拍到他收了徐韩芝的钱 这是不是和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 柳如烟催了一口 以前的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认识的张颜彻 就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你们想知道什么爆炸性的新闻 去问别人 我这里没有柳如烟发消息 让我最近别出门 他给我带饭来吃 我就连下楼丢垃圾 也包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是如此 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一群记者和自媒体工作人员 把我围住了 闪光灯闪得我睁不开眼 只能下意识用手去挡 刘总 刘总 您消失了快两年了 想问一下当初宣布破产 害得那么多人血本无归 到底是项目本身出了问题 还是你们集团内部出了问题 刘总 我听说当时跟你一起打江山的 几个副总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公司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徐寒芝娶了你的未婚妻 你收了徐寒芝的钱 这算是一种交易吗 其实有些事本身不复杂 被复杂的人一琢磨 就变得白口莫辩了 推嗓之间 我的胃部传来剧痛 浑身冷汗直冒 双腿发抖 大太阳底下 我双眼一闭 晕了过去 那些无良媒体 不仅没有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 反而还在拍照 耳边是他们的讨论声 他怎么了 怎么晕过去了 难道他得了什么绝症 所以才会沦落至此 快快快 这个角度 快拍一声呵斥 如当空裂脖 滚 滚 再不滚我可报警了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过后 柳如烟蹲下身子扶起我 张言彻 你坚持坚持 我送你去医院 痛 模糊中 我咬着牙关 说出一个字 柳如烟带着三分哭腔 你坚持坚持 没事 你再坚持坚持久 我的事在持续发酵 但互联网上的舆论最容易出现两极反转 张氏集团最后一次出现在市面上 是一年多以前的一个新能源项目 张言彻为了给员工福利 在自愿的情况下 允许员工投资 公司上市后 算员工持股 张言彻 信心满满 谁知关键时刻 他遭到了朋友的背叛 下属的插刀 功亏一篑 不得不宣布破产 但据我所知 他在宣布破产之前 已经把变卖了所有的财产 所得钱财 全部赔付参与投资的员工 几乎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亏损 这篇报道一出现 所有人都开始同情我 要不怎么说他赚不到钱呢 还是太善良了 自古无坚不伤 破产的都是不够坚 刘总大义 谁说刘总害了那么多人的 黑子说话 然而这一切我并不知道 我陷入了重度昏迷 我偶尔一时清醒 能听见周边的说话声 徐寒之来过 柳如妍一点不客气地 提出自己的怀疑 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导自演 一边给钱 一边叫人拍下 发网上 徐寒之从容解释 柳小姐 你觉得这样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 为了不让年年 受到舆论的影响 我得把他送出国去 骗他说去度假 忍受夫妻分离之苦 还要花不少钱 去把这些消息压下来 但你不觉得这也太强了 张言彻破产几年了 一直都过着平静的生活 就跟你单独见面之后 就这样了 柳如烟像一只刺猬 徐总 你们这些有钱人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只想过平凡的 没有人打扰的生活 徐寒之低声 抱歉 柳小姐后续 有什么要帮忙的 可以联系我 这之后 也陆续有媒体来看过 都被柳如烟给骂走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 我的状态才稍微好一些 清醒的时间渐渐长了 你怎么总在这里 不用上班吗 柳如烟翻了个白眼 我辞职了 拖累你了 我心里明白 都是为了我 医生来查房时告诉我 在我昏迷期间 柳如烟几乎是寸步不离 所有医药费 也都是他帮我交的 医生问他和我是什么关系 他只是寻常的两个字 朋友 我心里很感动 也很沉重 我知道我这一生 都会亏欠他 我报答不了 柳如烟轻蔑地笑道 谁要你报答了 以后我结婚 你记得送一个大红包 可我分明看见 他转过身 抹眼泪 我认识他之前 他是很快乐的 就像两年一样 永远都在笑 可现在他变得心事重重 他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 我知道是跟我有关 但我还没把心疼干净 我不能因为感动 而开始新的感情 何况感动和感情 一字之差 事之千里 那你要赶紧找 等我死了你再结婚 我就送不了了 我开玩笑道 你要是不怕的话 我晚上托梦送给你也行 我已经两年没讲过笑话了 笑话有点冷 柳如烟低头沉默了 再抬起头来 眼眶泛红 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掉 张颜彻 我只希望你活着 你一定要活着 一生又不长 不会总是苦的 马上 你马上就能好起来了 短暂的清醒后 我的病情恶化得更严重了 医生说我必须马上手术 切除大部分的胃 手术前一晚 徐寒芝带着梁年来看我 我很意外 因为上次徐寒芝告诉过柳如烟 梁年去了国外 梁年带着一束花 前段时间我去了瑞士度假 刚回来就听说了你病情恶化的消息 真是糟糕 你别担心手术费以及后续的治疗费 我们的基金会会给你提供帮助的 谢谢 这个季节去瑞士吗 我微笑 徐总还真是读出心裁 徐寒芝尬笑几声 寒芝都说了你们从前是很好的朋友 你这次可再也不能拒绝我们的好意了 梁年忽略掉了关于瑞士度假的话题 朋友 徐寒芝居然会这样说 梁小姐 你也知道我是破产后又重病 对我来说 过去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从不回头看 我怕看见自己从前的成功 会接受不了现在平庸无为的自己 你呢 梁小姐好奇过自己的过去吗 徐寒芝的神情显而易见的慌张了 刘总 年年出过车祸 医生交代过不要强行去替他回忆过去 梁年沉思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虽然有时无聊也会好奇自己的过去 但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好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的话 或许是上天的意思 我又何必抢求呢 他的回答让徐寒芝很满意 却让我堵入深谷 我曾想 要在我死之前告诉梁年 我和他曾经是一对甜蜜的恋人 我们的爱情让不少朋友都感慨 世间到底还是有纯粹的爱存在 我们曾经共富贵 我日进斗金 也不会多看别人一眼 我们也曾经共患难 他卖掉了祖屋 想要帮我东山再起 他也打算低声下气地去问大学 室友借钱 给我治病 但这一切 都被那场车祸给毁了 他忘了过去 忘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事 并且 他说他过得很好 也没打算再想起 也是 你们夫妻感情深厚 过去如何 也不重要了 徐寒芝轻轻地将他揽进怀里 刘总明天要手术 今晚得好好休息 年年 咱们的心意到了 就别打扰刘总了 他们走后 柳如烟才推门进来 我意识到 他一定在门口站了很久 怎么不进来 他嘴唇微动 不方便吧 我一个外人病房里 突然陷入无边的沉寂 终于 柳如烟开口问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告诉他有什么用呢 他已经结婚了 而我或许明天就要死了 柳如烟说我傻 就算死 也应该让梁年知道真相 所谓的真相 其实没那么重要 徐寒芝只是知道他的过去 没有告诉他 但徐寒芝对他的爱都是真的 甚至许多方面 当初的我也比不上徐寒芝呢 也没事 等你手术成功后 再说也不迟 我知道柳如烟很担心我 他看着大大烈烈 其实心里跟普通小女生一样脆弱 反而我自己内心比较平静 又一次见到梁年后 我似乎没有了什么牵挂 看到他过得那么好 我身体里那根绷紧的弦 啪的一声断了 停滞的时间忽然加速起来 人事万象于我 也到了时候 据别离 我不知道的是 那天晚上梁年跟着徐寒芝回去 半夜想起了自己之前用的一个社交账号 账号里什么都没有 只写了一句杜甫的诗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梁年念念许久 怎么也想不起 这是什么情况下发的社交动态 徐寒芝进来 他正靠在床沿发呆 怎么还没睡 我总觉得有点什么大事要发生 这是什么 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梁年痛苦地扑进他的怀里 许久才沉浸下来 徐寒芝轻抚着他的背 不用想起来 没事 不用想起来 全文完 谢谢ك 感谢观看